在之前的蓝四大谈中,我看到一些人想看蓝四系列的剧情解说 之后的蓝四四也预定了要进行解说 所以我决定先做一次蓝四01的剧情解说来试试水 当然了,相信蓝四01很多人都已经玩过了 因此我们就做一下简单的回顾,专注于主线 尽量少地去关注那些和主线关系不大的这些剧情 那我们开始吧 蓝四从污汇老大基斯那里接到了一个不错的任务 叙利萨斯寻找一位失踪的贵族少女,小光 蓝四本想找一个更大的任务 但看在小光是可爱妹子的情况下,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蓝四派西路前往小光曾经就读的皇家贵族学校打探消息 自己则在城内探索 但蓝四忘记自己把钱都放在西路那里了 只能把自己的剑抵押在旅人老板娘那儿 这才不至于要睡在公园里 蓝四四处打探小光的笑容 最后在酒吧老板那里得知 老板的女儿被城外的一群盗贼抓走了 说不定小光也被他们绑下走了呢 于是蓝四便前往了城外洞窟 途中遇到了美女副团长和强男不列颠 并从副团长那里拿到了团长室的钥匙 打开了团长室的门 发现此人真的欺负女孩子 蓝四非常生气 明明只有自己可以欺负女孩子嘛 怎么能让别人欺负呢 于是蓝四上前干趴了团长 就下了酒店老板的女儿 也从他们妇女两那儿拿到了自己应有的报酬 由于在盗罪团那儿没有找到小光的下落 蓝四只能继续在城中搜查 却因此被一个神秘忍者盯上 神秘忍者抢走了蓝四的所有金币 并威胁他放弃调查小光一事 但想让蓝四停止调查 那是不可能的 蓝四依然继续调查 也因此和神秘忍者多次对峙 在与神秘忍者的某次战斗后 蓝四发觉事后他往皇城方向撤退 便怀疑小光事件与利萨斯的王红贵族有关 于是蓝四便策划进入利萨斯内城 去调查利萨斯的上流阶级 从西路手中拿到通行证后 蓝四成功进入了内城 在那里他发现了竞技场名单中 有一位叫忍者大师的选手 蓝四认为此人就是袭击他的神秘忍者 便打算参加竞技场击败忍者 并审问出小光的下落 在与内城门卫梅纳多比赛后 蓝四拿到了竞技场的赛赛券 参与到了竞技场的小球中 难道蓝四真正对决忍者大师时 才发现他根本不是那个神秘忍者 线索又一次中断了 这场对决的赛后 蓝四遇到了自称王女随同的玛丽丝 玛丽丝邀请她为王女效力 蓝四听说王女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女 便非常高兴地前往王女的寝宫接下来任务 前往王女的别墅完成除灵工作 蓝四不知道的是 这次的任务完全在王女丽娅的掌控方案之内 丽娅看出蓝四的鬼畜本性 还要把蓝四变成自己的工具 因此把她派往自己的别墅进行测试 蓝四在丽娅的引导下 一步一步了解到了丽娅别墅内发生的事情 原来丽娅从小就卷入丽娅斯的宫廷斗争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 丽娅逐渐变得阴暗且残忍 她开始享受拷杂他人 用尽各种方法折磨他人变成他的乐趣 而蓝四也在《别墅鬼魂》的讲述中 认识到了丽娅的残暴和女孩子们受到的伤害 在了解一切的真相后 蓝四来到了丽娅的寝宫 与丽娅对峙 这不幸重伏 在这个关键时刻 羊庄被俘的西路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魔法逆转的战局 计谋失败后 丽娅害怕自己的行为被曝光 因此没有通知军队 而是与玛丽丝从暗道逃跑 蓝四没有办法跟上 只能再一次探索别墅 这一次 她终于找到了被折磨的不成人形的小光 也发现了丽娅的暗道 在追击过程中 蓝四终于完全接败了神秘人者 并给予了她明场面积的审法 第一 绝对不意气用事 第二 绝对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 第三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 审判完神秘人者后 蓝四继续追击丽娅和玛丽丝 对于丽娅想要喝水 托卖了淘导进度 因此他们两人被蓝四追上 玛丽丝为了保护丽娅 战斗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以后被蓝四击败了 丽娅也因她此前对女孩子们的残忍行为 同样受到了蓝四明常面积的惩罚 世界结束后 丽娅虽然认真反省 释放了原来的俘虏 但她已经被蓝四整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丽娅下令花卫了蓝四家 要强行与蓝四成亲 蓝四只好带着西路从后院逃跑 请找下一段冒险的目的地 那么蓝四01的剧情到这也结束了 相关的杂谈也在另一个视频里聊过了 如果你对这次的回顾过程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通过评论或者私信的方式告诉我 我会在下次改正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